请你跟我这样过 聪明过生活 幸福都更多 欢迎收看 请你跟我这样过 今天讨论几个主题 我平常在节目 很少有这些状况会发生 可是今天好几个符合 这样就是为你开这一集 我觉得是 真的 所以非生理期到底有什么状况 我们一个个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 非生理期却像旌旗一样 怎么会出血呢 会出血 这个你也有 对 有一次来了 不止七天 怎么一直都停不了 弄了七十天 没有 十多天 那应该是真的受怕 怎么了 就会害怕 七十天 还七十天吓死了 你以为七十天 太可怕了吧 小可 有这个经验 我自己是在 其实我旌旗其实我还蛮准 大概就是七天 大概六到七天左右 然后量也都不会很多 可是唯一一次是 我在生完老二 然后大概四个多月的时候 就开始有MC来 然后那时候一次来的天数 大概到了半个月 很长 而且我一直想说 怎么会这样 是我的二路没有 是生完第一次的月经 都会比较久吗 会比较混乱 前三次都会 可是我第一胎没有 所以我就想说 怎么会这样 我第一胎没有 为什么我第二胎会这样 我想说是不是我二路没有排干净 现在又要再排二路 四个月后 还在排二路 有点久 我是不是也身体很好 一直在 我不断不好的东西要爬出来 一直把它Key住 对 要把它排出来 就大概十五天 然后到了大概第十三天的时候 我已经受不了 我就觉得不对 因为你快到两个礼拜了 然后我就打电话 他去问医师 医师说 如果我的量没有很多的话 然后我就说 那什么样叫多 我不可能拿个杯CC 杯在那边接 不可能 他就说 那如果你的量不是 就是每一两个小时 就要换一片棉片的话 那就还OK 然后我就一直等一等一等 大概到了十五天的时候 就比较好了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 就是不是在旌旗的正常范围内 然后一直在停血 所以你只有打电话 没有去看 没有 也没有吃什么 没有 都没有 然后我确定自己没有受伤 正常 正常白血 这个要问一下阿斌 对啊 我自己处理 自己处理就好了 好 我们放心 好 云妮呢 我有一次 我也是大概都很正常 只有一次 其实我大概周期很正常 就是二十八天 三十天这样 但有一次大概是 那前一次的旌旗玩 不到三个礼拜 我就开始觉得 怎么有一点点出血的症状 头一天的时候 我还觉得可能只是看起来颜色深 那我先不管它 到了第二天 那个出血量越来越多 变成说用那个护垫 护垫的中间会有真的像血一样的那个 我就开始觉得不对 那还没有到MC来的时间 我从来没有遇过 结果我就去验尿会验血 结果发现 其实是怀孕了 但是很奇妙 通常怀孕不是应该是四周之后 你至少才会知道说 我要去验尿 可是那时候才前一次结束 不到三个礼拜 可是那是早期的怀孕的症状 我确实验血有怀孕的症状 验尿也有 然后医生就觉得 才那么早 你就开始出血 好像不太正常 所以他就立刻开了安胎药给我 开了一个礼拜 我就回家吃吃了一个礼拜 都OK 可是医生说你不要下床 你就躺在床上 那那个礼拜我就很乖地躺在床上 到了第七天要吃完 要复诊的时候 我要出门嘛 结果我一站起来 就开始大量的流血 然后再去医院的时候再验血 然后那个怀孕指数已经开始下降 因为验两次 刚去验一次 到了比较下午的时候又验一次 两次的怀孕指数 已经开始明显地下降 就说明我早上的那个大量出血 可能就已经流产了 对 因为这样 那这个情况 对 对 对 瞬间不知道在怎么样 很严重 所以不是正常 就跟你讲嘛 不是每个艺人的问题都可以问的 对嘛 很可怕 所以我要讲的是 我这样相对起来 我的状况很小 根本没什么印象 好 那就跳过 好 谢谢你 谢谢 来 晨曦 好 好 你还是有的 对 还是有的 因为我以前的月经 就是旌旗大概都是五到七天 那算正常 然后我一直都很正常地来 可是到最近一两年开始 我的旌旗大概只到三天 然后会让年级 我只要年级啊 几岁耶 真的啦 所以你怎么知道剩三天是更年级 已经更年级了 小可 小姐会当真 我会讲 她怎么会重要 我开玩笑了 不敢回去问妈妈 不行 不难妈妈 我真的以为我跟年级 因为我为了这个 去看过妇产科 因为我之前 肋潮红 我就去 肋潮红 什么东西 你是去肋潮 还是去肋潮红 有这个倒汗 我真的有肋潮红 倒汗 然后就是旌旗那个 就是肚子痛 所以我就去问妇产科医生说 有没有可能我这个年纪 有更年纪 然后 好 反正就是我的 我的旌旗只剩三到四天 那会让我很困扰 是因为其实我平常 很喜欢去庙里拜拜 可是有时候 大概你觉得到三天嘛 第四天 你就觉得你可以去 那个可以去拜拜 结果你去的时候 完了 在里面上厕所 发生月经来了 然后我就跟师姐说 师姐 我月经来了 可不可以拜拜 师姐就把我赶出去 可是问题是 我以为我没了 因为我都大概是 三到四天就不会游了 然后就每一次都会 就是大概来三天嘛 然后大概过了 已经过了旌旗的期间 就会再来一滴两滴 一滴两滴 一滴两滴 然后就是好像一个月 就是三不五十就在月经来 三不五十 然后最惨的是 因为你不知道她来 所以她就会一直滴到 那你没办法去拜拜就对了 也 就是最惨 这么想要拜拜就对了 太想拜拜 她的困扰不在于月经呼的 对 对 对 就是对神明不尊重 对 这是困扰 对 这是困扰 好 晨熙 其实我就是非生理期来 然后有出血的 一生只有两次 到目前为止 然后第一次是 那时候来她是 她也不是很大量的血 她就是很像 然后我一直以为那个是 就是我月经来的第一天 她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还没有那么多 然后之后才会大量涌出 这样子 可是后来第二天的时候 还是一样就一点粉 粉红色的血就是冒出来 然后我想说 这个量好像没有大到 需要用卫生棉 然后第三天的时候 她还是有 然后就用护电试试看 她还是一样那个护电的量 就可以吸收的 那我就想说怎么办 怎么等了三天 我月经都还没来 然后我就想说 好 没关系 我先不看医生 我就撑到第四天的时候 如果她再留的话 我就去看医生 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结果后来 我就给她一个日光 可是第四天的时候 她就不来了 不来了 不来了 然后 她不想看医生 我现在没有看到医生 所以我第一次那个出血 是非生理期的 我还不知道 到底她是怎么一回事 我不晓得 因为就没有去看医生 会不会是你那天 刚好吃红色的活动过 也不会从那天 没有 真的 真的 不是 我确定 我是大号才会 我会 我会 我们说小杰可能不会分别 晨曦应该会分别 对 我还不知道在搞什么 我知道怎么形容 那个粉红色的那个 就很像去做那个子宫剪癌 筛检之后的隔几天 她说会有那种粉红色的 写出来的那种 对啊 但是我都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样 对啊 其实我们门诊 最常看月经一场 她来的原因是因为 跟以前不一样 对 那就想来看 那讲到不正常 我们先来讲什么叫做正常 正常其实大家先讲一个概念 其实我们所谓的旌旗 它的重点来自于 这个旌旗是内膜剥落了 它本来就有周期性的剥落 对 但是女孩子呢 她只要内裤底红了 她就觉得是月经来了 那真正的内膜剥落 比较标准版 假设月经的第一天开始算 它典型是一到三天多一点 四五六就慢慢下降了 你可以看到它排下来 那多久算是有问题呢 如果超过十天以上有问题 找我们看一下会比较好 对 可是不要第八天马上冲过来 通常医生会 微晚的请你回家 好 就安慰你一下 但是如果十天以上 比较有点状况 好 那所以在这个旌旗以外的出血 我们都不太算正常 那我们大概有几个分类 最常见的 刚刚承袭的 就叫排卵性的出血 大家可以在排卵期的 这个过程当中 你的荷尔蒙会有波动 人不能太多波动 波动的时候 你的内膜会受到一点刺激 他就说 那我掉一点反应一下 所以你就很典型的 会掉一点点血 那最常见的就是 你刚刚讲的月经干净以后 隔七天 大概我们第十二到十四天 那附近 它出血通常不会多 很少超过三天 如果很多超过三天 然后卫生棉 真的要换好几次 找医生看一下 会比较安全 这是第一个排名第一的 我们叫做 非生理期以外的出血 那第二个 常见的出血原因 我们医生通常会想 比较严重的病 因为你来看病 如果大的肿瘤癌症 没看出来 我们就倒大霉了 那一个是当然子宫颈癌 子宫颈癌 我们刚刚讲 只要是 整个生殖道的出血 都可能会产生 那子宫颈 它当然容易出血 可是我必须要讲 子宫颈 很多人以为出血 才是它的主要症状 其实有时候 它常常出血表现 都分泌物多而已 我的很多 怎么办 到底是有多少 有多少 你可不可以冷静一下 我的真的很多 我不相信 你们去厕所看一看 有这个症状 不一定代表这个癌 肉与承认 自己的分泌物多 不要紧张 听完了 去说 三姐 第二个 真的比较常出血 反而是子宫内膜癌症 子宫肉与膜癌 如果大家去看统计 这两年已经变成 台湾妇产科的癌症的 排名第一名 发生率第一名 为什么 因为它的常发生的原因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没有生育 比较胖一点 吃高油脂类食物 甚至有糖尿病高血压 那只要年龄见真 这类的族群真的比例增加 那下一个我特别提 就是子宫肉瘤 因为前阵子 也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个美食家 发生子宫肉瘤 一般人以为癌症 都要有一个癌才叫做癌 其实子宫肉瘤 不是子宫肌瘤 这两个不一样 不一样 子宫肉瘤 所以我后面夸到一个癌 因为其实这个定义上 是一个恶性肿瘤 但好险这个癌症的发生率不高 可是它不太有症状 肚子胀胀的 偶尔出血 真的胀的 发病 因为这个疾病 老实讲 它唯一的危险因子就是年纪大 还有一个是 如果你以前是血癌 做过放射线治疗 风险比较高 可是这种发生机会不高 你可以看得到 它一年其实全台湾 子宫肉瘤还分三种 我们讲还分三种 我想那一位是 可能其中比较恶型的 它发作到整个 已经到肺转移才会那么快 那全国一年不到一百粒 全国一年不到一百粒 那比例真的是不高 比较低一点 那第三个我要特别提 我找一个图给大家看 台湾常见的有一个叫做 子宫内膜的息肉 因为我常常跟病人说 你有什么息肉 他就很担心 有 我鼻子也长息肉 我刚刚门上一点 他也长息肉 但是我必须要讲 它原因不太一样 虽然中文名字一样 都叫息肉 那子宫内膜的息肉 你可以看得到 它是长在子宫里面 这个息肉就在这边 它在里面摩擦刺激的时候 就会滴滴到它出血 这种出血就很难描述 它有时候干净以后 也给你滴 有时候要来之前也给你滴 有时候今天累一点也给你滴 那这个就是我们如果做一个 镜子进去看 叫子宫镜 你就看到息肉大概就长这样 这么多 老实讲 这最后放大 不好意思 他都哭住了 大家都很紧张 这大概一公分多一些 那临床上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 因为这个息肉有时候就很困扰 那我刚刚提到 最后一个就是功能性的引起 有的人因为也许吃感冒药 一些药物引起 吃精神科的用药 也会影响荷蒙的波动 或者是你最近工作压力太大 睡眠波动等这些 都会影响荷蒙 我们刚刚提到 你这内膜如果因为这些药蒙 有的厚一点 有的薄一点 它就不断地剥落 滴滴答答就很久 所以简单讲呢 讲这么多复杂就是 月经期以外的出血 如果超过三天以上 或者你正常的月经超过十天以上 你第一次不放心 找我们评估会比较好一点 有啦 像我刚刚说 我上一次就超过了十天 后来去看医生 他就说可能是什么药蒙不足的问题 然后吃了之后就马上停了 这不协调 有时候过高过低 都会产生异常出血 这个才是比较紧张 荷蒙不足是跟年轻 我在门诊通常不喜欢讲不足 因为女生很奇怪 她一听到不足 她就感觉 不平衡 不平衡 对 那所以中医的角度 会怎么看上这样 非生理期的出血 是 非生理期的出血 如果是病理性的 大概就是一定要找妇产科 所以平时刚刚都讲过 我讲的是比较偏正常的 就是你检查 你的子宫也没有问题 卵巢也没有问题 都很平滑 但你还是结束之后三天 又来个两滴 三天后又来个四滴 这一类的 我们从皮 肾 这两个丈夫来思考 那比方说我们如果是一个 肾气虚的体质 肾气虚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肾气在中医来讲 是主导我们女性的月经 她什么时候要来 什么时候要停 她其实跟你的肾气 充不充足有关 肾气到了女生的月经 才开始出经来 那如果说她肾气很足够 她整个排完之后 她就会收得很干净 这是属于肾气 她所管的这个范围 那我们有一些行为 其实会伤害到 这种先天的肾气 比方说我们终欲过度 或是我们经常 反复的这个手术 或者是对于这个子宫 有点伤害 甚至我们都很OK 但是我们有一点更年期 本来就是体力不失引起的 这种正常的肾虚 有可能会在月经已经干净了 但是她因为气虚 所以她的月经 没有收得很干净 就滴滴答答 滴超过十天以上 有时候检查又检查不出个所以然来 大部分是属于肾气的问题 那其实这个部分也是可以解决的 大家如果经常看节目就知道 这个要吃什么呢 最补的 补肾很好的一味 因为羊肉温补 又好吃 对 生姜又有暖味 那肚重补肾大家都知道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情况的话 你其实在月经后 你可以喝一碗这个肚重生姜羊肉汤 让身体的肾气恢复 它就会收得比较好这样子 再就是刚刚讲到这个内膜的问题 我们会讲这个皮的意思就是说 皮这个胀腑在中医 是煮这个肌肉跟四肢 所以子宫它方面的这个内膜 增厚或是薄 这个是跟皮相关的 如果我们的脾气很顺畅的时候 它的内膜就会增厚得很完整 然后剥落也会很完整地下来 不会说滴答答 剥一半然后就停住 然后拖很久这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 你三餐老是在外的 不正常这种或是你太累了 然后牺牲你的这个饮食 或是你是一个很容易忧郁 然后负面思考的人 那这样子的话 你的脾气会容易不伤 就是会容易让你的那个 剥落的部分比较不完整 这个时候补皮的这个饮食建议 大家很常可以吃了 就是这个 山药莲子排骨汤就可以了 都是美味的 对 非常的简单 很好吃 就早餐的时候来一个山药莲子 加一点排骨啦什么 就可以来补这个脾气不足的现象 对 那一种是属于血虚啦 血虚是因为我们这个 有时候血热没有顺着这个精气下去 没有把月经排出来 它会逆行之后 造成这个滴滴答答出血过久 导致血虚 所以你可能会有一些情绪起伏 或者是你吃过头上火 所以它就会一直一直出血 反而不会停 甚至是有时候你的精血是先天的量太多 或是一个多残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我们吃一点补血东西 通常我会建议这个 当归黄旗鸡汤 都好好吃喔 很好吃喔 当归跟黄旗都是比较甘味的药材 当归补血黄旗补气 那如果你是有淤质的 就是说你常常非常郁闷 你常常就是会有一些淤质 然后你的舌头可能会有一些紫色的情况 甚至你的手脚容易发紫或发麻的情况 你常常就是久坐啦 然后都不运动的 这个时候话语的方法 我通常是建议大家吃这个 西班牙海鲜饭 真的吗 那么阳气 你会翻红花吗 这个太厉害了 难怪西班牙人都很开心 对啊 翻红花海鲜加姜黄 都是可以去浴非常好的食材 大家品牌可以试试看 对 好 那苏青 有没有忽略了这些出血症状 后来很严重的一些案例 之前那个医生跟我说 他遇到一个比较特别的病人 那个病患是从海外回来找他看医生 然后他说他是在海外生亡孩子之后 他想说二路结束之后 怎么还一直偶尔会有出血的状况 然后他就是跟小可一样觉得说 是因为二路没有干净吗 怎么会一直有那种一点点出血 然后他个人就觉得 也是有点不舒服 就回答他 一看医生就说 他甚至他就是内诊一进去看 他都不用太那个 就已经看到那个肿瘤 大概说 他说他推测他应该是怀孕前 他就有癌病变了 那只是后来怀孕后 他自己又认为说 应该就跟生产后的出血有关 就是脱脱 后来到后来很年轻啊 然后他就跟他说 那样的大小大概就是 折功耗根除 而且可能附近的淋巴或什么 要看测试看有没有转 像很多人都会撑到最后才去看医生 因为也会担心说 不晓得医生会做怎么样的检查 像我上一次后来 我原本以为只是问诊而已 后来他有做超音波 那一般来讲会有哪些步骤呢 我先讲一下 大家就不用太害怕 到妇产科不一定都要脱裤子 或者要脱裤 其实如果是异常出血 我刚刚教大家判断 如果超过十天 或者比你以前的血量多太多 或者中间那乱七八糟 你搞不清楚 我们第一个会先做超音波 为什么我要做超音波 我刚刚讲了 我们最怕长肿瘤 那超音波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子宫本身有没有长肿瘤 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状况 所以这是第一招 那第二个 我们大概会做个内诊 为什么刚刚讲 内诊其实我常常讲 复展科医师还是整一下工具 内诊就可以看到 子宫颈跟阴道的部分 像刚刚那个就是没有内诊 我们有时候异常出血 如果不内诊 会忽略掉子宫颈的病变 所以很多人遇到 遇到怀孕的人就不内诊 觉得会有刺激 但是有问题还是要小心 那第三个动作的话 其实我们会做抽血的部分 因为抽血来源来自于哪里呢 内诊就可以看到 是不是刚刚亲密行为 太过激烈 有个裂伤也有可能 子宫颈破皮也有可能 子宫脊肉也有可能 可是另外一个最常见的 就是刚刚文华讲的 它的内膜 因为荷尔蒙刺激不稳定了 所以如果我们怀疑是荷尔蒙的话 有时候会抽个血 包含抽你的性荷尔蒙稳不稳定 还有比较好玩的 你有时候被医生抽甲状腺 因为甲状腺不稳定 如果你最近体中 会爆胖爆瘦 其实它也是一个因素 所以某些其他的荷尔蒙 我们也会抽 最后一个 如果你的出血 我们觉得怪怪的 无法放心 或者出血太多 刮烧手术 刮烧 对 就是进去里面 把东西刮下来化验 这有两个用意 一个万一你出血真的太多 吃药没办法控制 第一个刮干净 你才可以治疗 第二个 刮下来东西化验 因为如果是恶性不好的东西 你怎么吃药也不会止 所以需要去化验 尤其现在内膜增生 或内膜病变的病人 是越来越多 当然有疾病看医生 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撇开 真的有这些重大的疾病的话 彭医师 有没有什么 怎么保养子宫 让这个不是生理期期间 就不会有这些 不应该出现的状况 是 有保养子宫良方 介绍给大家 对 它就是适用于这种 非月经期间 可是你可能收得不好 然后平常会滴哒哒 或是要来之前不干脆 这边滴一个礼拜 才正式来的 这一类最适合 但是不能有任何疾病 它的材料是这样子 当归 穿虫 白勺 生地 各五克 然后加上五克的爱叶跟额胶 那爱叶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止血的一个药材 那这个是属于四物汤底 可是把熟地换成生地 因为它就是凉血用的 那这个额胶呢 它也是增加那个血液的胶值 跟补充我们的能量 所以这一个茶饮的话 就是各五克 当归 穿虫 白勺 生地 然后爱叶各五克 然后加上额胶 我们把它用五百细细的开水 煮滚之后 再去融这个额胶 然后把它就是热热地喝 要加什么酒去融吗 其实额胶它可以融于酒 它的一些有效成分 会在酒里面 然后用那个酒 去煮这个药材 也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把它当成茶饮来喝 可以保养我们的子宫 了解了 所以这个是非生理期的时候 你却有筋血的状况 对 但是你们在旌旗的时候 好像还有一个是 跟胸部有关的 对 这个也是 我就说我今天都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非生理期结果胸部脏痛 脏痛 挺好的 挺好的 我也一直脏痛 或者有时候刺痛的感觉 你会觉得不舒服 对不对 会担心是不是找东西 而且当你脏痛完 还是会回到原来的那一天 对 更不舒服了 内心 是不是 云妮有这个情况吗 我会 其实我觉得还蛮奇妙的 就是其实MC 是每个月都来 对 可是胸部的脏痛 不是每个月都痛 以前我会觉得痛到痛差不多 痛到差不多时候 那个MC就来 可是有的时候他会突然就来 也不痛 然后我有的时候会痛到 大概早一个礼拜之前 我就觉得我会痛住在脏 然后脏一个卡 就是连我以前的内衣 都会溢出来 真的很脏 我穿我以前的内衣都会溢出来 不是违脏而已啊 不是 就很脏 然后脏到高峰的时候 就真的最痛的时候 那种敏感地 但是那个时候我老公 就是要跟我有一段距离 要隔离 因为他真的只要碰到 就真的很痛很痛 对 我跟妳讲 我大概现在二十几岁嘛 我有大概人生有十几次以上 是分泌乳汁 但我没有怀孕啊 什么是真的吗 我真的很不正常 你外面有这很严重 我跟妳讲 我发现这件事情之后 我马上去买什么 你知道吗 马上去买验孕棒 然后呢 想说会不会是怀孕了 有分泌乳汁 那你自己知道没有啊 对 不是 一定也不确定 也不确定 你要再靠他话了 他快把爸爸讲出来了 可是 可是乳 知道爸爸是谁吗 不知道 可是我那时候有乳汁的时候 我做过一件最好笑的事情 因为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乳汁 还是什么东西 我就把它拿起来 稍微填一下看是什么味道 真的呢 就是真的就是有点咸咸 有点像那个眼泪的味道 眼泪 提议啊 对 女生也提议 然后不是乳汁 所以那是透明的还是白 乳白色还是黄的 黄乳白色 然后还可以 是浓吧 可是我们初乳都不会是这么颜色 你乳汁不会有带黄吧 初乳是黄的 可是一天之后 怎么会有带黄 而且你发现的时候 它不是在衣服上会粘到一点点吗 对 然后你在挤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点点这样 好可怕 然后后来我就 我为了这件事情 我有去看那个妇产科 但我没有照常语 我就是请他帮我处诊 因为我发现一件事 我们全家的胸部都没有这么大 我就一直怀疑 我的胸部是不是里面有肿瘤 才会这么大 结果呢 结果好均匀的肿瘤 应该没有吧 你的医生后来检查完说什么呢 后来他说没事 是我想太多 可是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想太多呢 怎么可能 所以陈医师 他这个情况 他那个乳汁是什么 你说是体液 那不是乳汁吧 他也算乳汁 那个我猜是秘乳技术太高 其实真正的乳房会脏 跟一些性荷蒙有关 尤其是跟黄体素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在月经来的前四到七天 是最不舒服的 但月经一来的时候 回到原点 你那个脏痛就会消失了 这是最标准版的 如果是这样子 真的不舒服 我们通常会协助你吃一点 避孕药抑制它 如果真的不舒服 但最常见还是叫做 非规则性的 非规则性是怎样 就像刚刚的时间不固定 但是最常见的原因 反而是其他的因素了 内衣的挤压 或者是你最近开始做激烈运动 症多厌等等 你的胸大肌那些受伤了 会这样 还有一个就是他最近吃了一些 相关补药 这个补药或者是甚至吃了一些 额外的保健品 这个荷蒙 增加了 所以他乳房是受到刺激 有 中网乳就会 对 有时候它里面会添加 那另外当然我们必须排除掉 刚刚提到还有一个是肿块 它就不是周期性非周期性 它就属于病态性 当然里面如果有纤维囊肿 其实生育过后比较容易 但年轻族群现在的人的饮食 高糖分 高油脂 慢慢的纤维囊肿比例也增加了 其实正常的胸部脏痛 它是一个比较规则的脏痛 所以它应该在月经一来之后 整个胸部的组织 它会变松软 因为我们整个肾气还会往下 一直往下延伸到 我们所谓的冲刃恶脉 所以让精血随它排出 这个时候你的胸脏感应该要消失 可是刚刚好像提到是 月经后还存在 可能要考虑其他的原因 那我们把它归类成 所谓刚刚也是曾经讲 周期性 非周期性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周期性的脏痛 而且它的位置 大概在胸部一窝 就是偏上臂这些位置 这是跟淋巴比较相关的 而且在月经前三到五天 这个时候多半是因为 一些激素影响到 我们胸部的发育 其实这个是属于 正常的生理现象 我们还是称为它是正常 虽然它是可能不一定在 月经前会发生 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 有这个困扰的人 喝一喝玫瑰花茶 挺不赖的 对 因为玫瑰花 它就是疏肝解育的 一个很好的药方 粉红的玫瑰 它化育的效果也非常地好 所以有这个胸脏的问题 可以试试看这个玫瑰花茶 如果另外一种 是不是周期性的 它是前胸后背的 就是说一碰就很碰 然后同时可能有一些什么痕迹 就是刚刚讲的太紧 痕迹 内衣的痕迹 或者是不适合的内衣 那这个时候呢 除了内衣之外 我们今天也要来一点 茉莉菊花茶 对 因为茉莉在这个时候呢 对于这种就是皮肤 有轻微的红肿 还有菊花 它是比较冷静的一个药材 所以它可以来治疗 这种有点发炎的现象 那如果是一个飞升礼奇 然后它是比较偏刺痛的 这时候我们通常要很小心 有可能是肌肉方面的拉伤 可是也有可能是身体的疾病 然后说你有一点心肌梗色的现象 你可能胃酸逆流 导致着这种刺痛 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这个无胃子 因为无胃子 它就是五个味道 干心脾肺肺都可以保养 可这个时候最好还是要去看医生 最后一个是不规则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痛 可是它那种痛是又硬又痛 而且是整个乳房的疼痛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比较考虑 所谓凉性的纤维囊肿 因为致命的乳腺有时候跟囊肿 它很难分 你必须用草原波看 一公分以上我们手的触疼 才摸得出来 那如果有这种凉性的 要如何解决这种不通的乳管呢 我们通常会建议吃这个 海带牙汤 好简单 为什么 海带牙咸的东西可以软煎 意思就是说它可以化痰结 所以有的如果说 身上有一两颗这个 蓝森巴或是那种就是囊肿的 其实都喝一些这种海带汤 海带牙汤可以来软煎散结 消除那个囊肿的 像之前刚才陈医师在讲说 现在年纪没有很大的女生 也会开始有这些所谓的 乳房纤维囊肿的问题 我有个朋友就说她女儿 就是很年轻 高中嘛 然后她其实从 不知道从什么 因为她是自己单亲爸爸 所以可能女儿也没有 常常跟她沟通这些问题 不好意思 所以她知道的时候 已经是比较后面 她想说 可能之前一些月经前后的 疼痛或胀痛就已经很明显 然后可是后来的情况是 除了月经后持续觉得很胀 不舒服之外 它两边的大小差距是 越来越明显的 就有一边是特别的严重 然后是后来到后来 可能她发现自己可能差很多了 才跟爸爸讲 后来去看 后来你知道吗 幸好我觉得运气还很好 不是恶性 但警察她那个 纤维囊肿有15公分 还19公分 很大 我没有办法想象那么大 我那时候还跟陈医生说 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纤维囊肿 是医生两光 他说 真的不会有那么大的 太夸张了 不是没有发生 那个夜状真身 本来就会到那边 对 这样子啊 对 不过我还是提醒大家一些观念 乳癌是我个人最讨厌的一个复合癌症 因为常常今天看没事 甚至做了切片没事 它半年一年以后 突然又变成一个不好的恶性肿瘤出来 尤其 它变化会这么快 对 它会变化很快 很容易偷跑偷变 那最主要是台湾的妇女的癌症的变化 跟国外不太一样 国外的癌症 大概百分之六十 都是在五十几岁 六十岁以上的乳癌 台湾有将近四成的乳癌 是在四十岁以前 所以这个反而 为什么呢 年轻 目前研究还是跟遗传比较 遗传 对 亚洲区 尤其台湾区 某几个遗传的特征 可能比较多 所以刚刚虽然说 异常出血 我不会叫 或者妇科的肿瘤 我不会叫你们来看 可是乳房的疾病 可能即使坐在对面的年轻妇女 也要来看 对新尾囊种变化 对 越年轻 恶性的机会还越高 越年轻越高 对 好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种现象 就是你们在经济的时候 会惊痛 对 有时候 但是非生理 其实怎么也惊痛 而且会下腹痛 会下腹痛 我觉得女生常常这样子 就是可能自己都知道 就是可能因为饮食的方面 还有自己坐姿的方面 像我们自己做 很喜欢翘脚 有的时候长期这样翘脚 翘完之后你回家 一站起来想说 哇塞 这么苦分 你这边会超级痛 就好像筋软 然后或者是你有时候 夏天真的吃太多冰了 明明就你很清楚 不是在生理期 或者是生理期才刚完 就觉得好像有一股东西 要揪在你的子宫里面 好像揪在那边 然后完全没办法疏减 你就是必须要做一下 然后缓和一下 让那个抽筋的感觉 慢慢慢慢舒缓起来 我借一下这个子宫 因为很多女孩子 会把肚子的痛 通通怪罪到妇科的器官 大家了解这是你的子宫 子宫在下面一点 叫做阴道的部分 那这两边是大腿 可是子宫旁边是什么呢 它上面有一堆肠子 所以如果你的生理的压力 太大的时候 你肠胃蠕动快 肚子也会痛啊 第二个你站太久 这边的血全部积在那边了 骨盆腔冲血久了 也会痛啊 站太久 妇科会痛啊 也会啊 其实上面 我相信你站久 应该会痛 只是你可能会误会 是社会界法 其实会 都会 你被看出来了 其实在这个部分 它也会这样痛 但是生完小孩有另外一个疾病 我们叫做骨盆 或者甚至有一个名字叫 阴道松弛症候群 因为生过小孩以后 很多东西都比较松弛 所以它 什么 什么东西 不要藏您 口不产 怀孕就会不一定自然生 不一定自然生 不一定自然生 这个是因为它怀孕的时候 身体要变得很多柔软度要高 才能适应怀孕 它生完以后难免松掉一点点 不是太夸张 但是这种松弛 难免会引起你的抽痛 所以包含你的知识 你刚刚提到了 以前可能你这个角度还可以 现在因为筋骨拉过了 有一些类似抽筋不舒服的疼痛 还有你以前骨盆体 可以用很好的肌肉帮你支撑 所以你以下的地方 不会那么大压迫 你松了以后它往下压 所以那种压迫感严重就变住了 太压了 你先不要护肢 你先不要护肢 快来跟我上 你骄傲什么啊 女人 陈一诗 我还没生过小孩 可是我会这样的痛 你也会这样痛 因为我常常逛街 就是逛到一半 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我就会开始下腹部有两种痛 一种是下坠感的疼痛 就是感觉你整个会这个 往下掉 也是没有支撑的感觉是吧 跟就是下 靠近膀胱以下的地方 是要掉下去 很疼痛 有这么明显 很沉重的人觉得 然后第二种痛是最近 这三天我真的差一点 要去看医生了 因为很像是 空气跑进去下腹部 很下腹部的感觉 然后它会一直在这样 就是有像是肚子里面吃了 那个跳跳躺的那种感觉 有两种痛 然后第一种痛 我去看过医生 因为痛太多次 真的每一次一痛 就是在路上 就是跪着 就是冒冷汗 每一次去看妇产科 他都只跟我讲一句话 你 可是为什么 软潮会那么 是那么容易发炎的东西 而且我逛街逛一逛 我又没有对他成效 他就发炎了 他就这样对你 对 然后就想给我消炎药 止痛药 然后就叫我回去 也会好 可是为什么 软潮会那么常发炎 为什么 那其实子宫或者软潮发炎 其实不一定是细菌感染 一般我们讲发炎是细菌感染 我猜它不是 它只是比较老累 还有会不会以前 有生过小孩忘记了 所以这种描述比较像生过小孩的 真的 可是真的很痛 真的很痛 你就是整个你的那个膀胱以下的地方 要掉下去 真的很痛 对 因为我为什么要提呢 这个真的是蛮典型的 骨盆腔比较松弛 这典型是比较生过小孩的 然后如果这么年轻 所以这种病人 如果他来没有生育过 我们会请他去做骨盆底的肌肉的 加强的核心运动 要担心什么其他的疾病吗 他刚刚小杰讲的 当然有一种可能性 叫软潮扭转 那种真的会痛到站不起来 软潮在两侧 我们软潮真的像 这是肃软管 这是软潮在两边 如果它正好扭到卡到 那种痛 痛药一定会来看急身 为什么会这样扭 卡到为什么 之前有人摇呼拉圈 然后他因为他的软潮上面 有一个那个巧克力囊子 我说重心不稳 咬的时候他就转过去了 这个是急性痛 软潮的扭转甚至破裂 但是我要提醒软潮 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麻烦 是慢性的疾病 其实像软潮癌 有些软潮癌早期不太有症状 他常常都慢慢地 肚子胀胀怪怪的 其实到后来 证实是一些软潮的疾病 还有我们刚刚提到 其实旁边的沾黏 骨盆腔旁边的沾黏 像慢性便秘 甚至以前开过刀 甚至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 他骨盆将慢慢发炎 即使他没有开过刀 里面细菌跑到骨盆里面 也引起很严重的沾黏 甚至于偶尔会有一些医疗意外 比如说他以前开刀 一些纱布滞留在里面 我们也遇到过 大家不要以为纱布滞留 你应该忙就知道 有时候他在那边慢性发炎 拖个十来年 你都不知道 最后去检查才发现 已经变了一个纱布化石 一个硬块了 旁边都薄起来 都有可能 所以他偶尔的痛 然后很快自己可以缓解 就不用太过担心吗 疾病都是这样子 如果你很快就可以改善 吃一个简单药就好了 大概都不是大问题 都是一些生理性变化 可是如果 第一个吃药没有改善 第一个发作频率 越来越密集 越来越严重 比如说你可能挂十次接 才偶尔一次痛 慢慢地怎么每次挂都痛 那你就要跟医生讲 甚至吃药没有改善 那是有状况 那中医的部分 可以给什么样的建议吗 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疼痛的部分 我们可以还是把它 照这个生理期来分 假设它是一个 比较跟生理期接近的痛 然后这种痛可以是很夸张的 比如说你打滚 你痛到吐 或是你痛到会觉得晕眩 但是它还是属于 这个月经前后的疼痛 当然我们要进一步地检查 那保健的方式是什么呢 因为其实妇科的保健 还是建议在这个观圆穴温久 那所谓的观圆穴就是在我们肚脐跟持骨中间 就是我们热脉的终点这个位置 身上保持这个下腹部的温暖 你可以用一个暖暖包 或是用一个艾灸勋这个位置 就可以保养它 如果保养之后发现 摆带也变少了 然后分泌的减少 就表示你的体内比较虚寒一点 要再去保养它 那有一种排卵性的浮动就是说 它在排卵期的前后 所以它的痛比较特别 它比较偏单侧 然后你会觉得顿顿的 很难形容这样的痛 它可能会有点胀胀的 或是觉得下醉感 或是觉得它就是里面酸软的感觉 都会这样子 那除了观察之外 其实这种排卵性的疼痛 一般我们建议就是生姜 红茶 是这个时候来使用 这么好处理 因为生姜它是就可以直接温暖 我们的四肢 跟我们里面的这个复刻的部分 那红茶的额茶树 跟一些发酵的一些酵素 可以减缓这个肠 肠道如果又胀 然后你又排卵的时候 你整个人都很不舒服 所以有的人在月经期间 特别会拉肚子 其实也是常粘膜 它受到这个排卵的刺激 以及这个子宫变大的刺激 引起了一个现象 生姜红茶是 一天24小时都可以喝吗 因为有人跟我讲说 那个生姜是什么 四点以后不能喝 就是四点以后喝的话 会有反效果出现 中医的姜 比较建议在白天的时候 比方说你早上起床的时候 就是用新鲜的姜磨一磨 然后大概250cc的红茶 泡进去这样喝一杯就好了 那我们就过五不食姜 过五食姜我们说 如吃披霜这样子 因为晚上是要冷静 这么多 对 因为它是补羊的 那你白天才能补羊 晚上我们不补 补的时候你反而会变成睡不着 可能会变成长痘痘 或是胃酸过多就不好了 那晚上吃姜母鸭怎么办 对啊 很多晚上吃姜母鸭 所以晚上吃姜母鸭 真的是很不建议 所以我们应该早餐吃姜母鸭 早餐吃 真的有点太红味了 太重口味了吧 不是过五不食吗 那就应该早餐 所以我们就约早上去吃姜母鸭 好 我也要去 那你要人家有开 对了 半夜十二点去吃 那我也要去 好 软潮黄体破裂这就是说 有的时候你很剧烈的运动之后 然后你突然 突然就觉得这个 可能后腰的地方 或是浅测疼痛 这种都是属于急诊了 你就是要去看医生 没有什么保健的方法了 除非就是说你运动前后做好拉筋 不要是因为拉伤的疼痛这样子 那有一种就是更恐怖 刚刚苏妻姐有说 扭转的部分 就是真的发生在呼拉圈 或者是一个突然的聚业疼痛 这个就是急诊 平常也是热身 热身跟拉筋不一样 就是说热身它是一个小跑步的 让身体比较温暖的这样子 那极性骨盆腔炎 就是比较偏下腹 它是一个越来越痛 伴随一些分泌物浓稠状的 其实还是一定有发炎的症状 这个时候其实还是要去看 那我们平常如果有这个现象的话 金银花这个东西 其实对于我们治疗 妇女浓稠代价 是有这个消炎 以及这种就是指这个白带的效果 也许可以来试试看 但是还是要先对症 五个里面有三个 要赶快去看医生击诊 这来很辛苦 好 那树青 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呢 保仁医师讲那个卵巢的那个部分 因为之前刚好有一次遇到 那个小象队那个流胜性 他之前他就说 他其实后来最后一次 发现他得卵巢癌的时候 是什么 是说他那一次他们送急诊 他那其实已经好像破掉 还干嘛 那甚至到那个时候 他都以为自己是肠胃道的 是肠胃道的问题 可能是肠炎 还是什么 什么盲肠炎是什么 他就在想应该是肠胃问题 然后结果去了 才知道原来他那个 长期那边觉得不舒服的感觉 其实他是早就有卵巢癌了 但是他说一开始也是就只有闷闷的 觉得是不是有一些消化不良那种感觉而已 他并没有自己特别觉得痛 到后来痛的那一次是 后来是已经送急诊那一次 所以有时候 我觉得女生的这些身体性的问题 跟那个肠胃道的那个 真的好难分喔 真的喔 都在这里啊 但是应该是说你有 隐约觉得不太舒服 不见得像你说的是痛 大概维持个一段时间 就找医生了啦 对 就要检查了 你不要等到真的痛起来 有时候就已经太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自己合理化说 这应该是生理期的时候 他就该有的痛 最怕是这样 如果非生理期的时候 这应该是排卵期的疼痛 如果用排卵又不是生理期的时候 这应该是长照症 自己解释 自己都整聊好人 对啊 好 我们请陈医生来先帮我们总结一下 那女生在这个非生理期的期间 要怎么样照顾好自己 不过我觉得今天这一期 真的是很好的题目 因为女生非生理期的不舒服 真的就是从胸部腹部到初血 对 那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建议 如果跟你以前的周期反应都一样 就算了 就是上天就长这样子 跟以前不太一样呢 如果出血超过十天 肚子痛呢 比以前越来越痛 甚至痛到站不起来 就要找医生 那至于胸部的脏痛 比较特别一点点 因为胸部 痛反而不是恶性肿瘤的重大因素 其实我们很多 因为痛来找我们 绝大部分都是 都不是乳癌 但是反而是跟心情 情绪 衣服 你的生活有关 所以当你生活有改变的时候 其实甚至你的身体不舒服 我觉得 第一个还是找妇产科医师 给你一个正确的建议 是最神师的 来 彭医师 除了这个疾病之外 平常保养 就公布一个中医的一个秘籍 叫做懂事齐穴 就是它是一个筋外齐穴 就是说它不是在正经 不是在十二条筋路里面 可是它非常的有用 就是一个秘方 就在手上 我已经偷偷地点了两点了 这个叫做妇科穴 妇科长在大拇指身上 对 妇科不在这 在我们的手上面 所以这个懂事齐穴里面 他觉得这个大拇指 跟食指中间的这个位置 然后在第二个指节这边 靠近四百肉计 所以我用原子笔点了两个点 大家应该有看到 有 清楚吗 这个就是所谓的妇科穴 除了这个之外 在我们的第四指的这个位置 也是第二个指节 是哪一侧 这会酸呢 也是在靠近小指的内侧 对 这两个位置呢 叫做环巢穴 环巢就是返回这个卵巢 所以一个是管子宫 一个是管卵巢的 那按摩的时候怎么按呢 有一句话叫做 一边妇科一边环巢 所以左手的妇科穴 就是配右手的环巢穴 那我们按压的时候 按按左手的大拇指之后 就要按按右手的这个无名指 所以每天按摩二十下 就可以轻轻松在飞月经期 保养我们的妇科 那男人按这里保养什么 没感觉 摄护线吧 摄护线 是 真的啊 因为我刚刚就在按 想说男人没有子宫 这样按了也没有 没感觉 一样是这个腹壳 就是下腔 就是下腹部的一个脏器 在中医如果要调任何的不孕 或者是这个 像比方说 先天的黄体激素不足 先天的这个纤荷膜浓度低 我们要针就的手针 一定会针这次的穴位 提供给大家参考 当保健来使用 这样子 好 但是呢 有问题 找医生是一定要的 不要自己当医生 然后你的生活作息 饮食状况 也请调整好 谢谢大家分享 谢谢 谢谢